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发生爆燃,外交部细孤立的治安事件。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李斯坤据多名网友爆料,7月26日13时许,在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附近疑似发生爆炸。 26日下午,有外媒记者在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就此事向发言人提问。 发言人耿爽回应说,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北京警方已经在网上发布消息介绍了目前的一些情况,我想说的是,这起发生在朝阳区天子的陆和安家楼路的事件是意气孤立的治安事件,中国警方已经及时地妥善地进行了处理。 美国驻华大使馆资料图 事后,北京市公安局向《环球时报》证实,7月26日13时许,一男子在朝阳区天子的陆和安家楼路十字路口,点燃以疑似爆竹装置后,发生爆燃,导致其手部受伤,无生命危险。 附近巡逻民警迅速开展处置,将该男子控制并送医治疗,现场无其他人员受伤。 经查,该男子将某某26岁内蒙古通疗人。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美国大使馆一名发言人26日回复《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证明发生爆炸事故,称今日下午一点左右在大使馆建筑物东南角外公共区域发生一起爆炸。 根据大使馆的区域发生,一名人士印爆炸弹,除了该炸弹客并无其他人受伤。 当地警方已做出了反应。 针对该起爆炸事故是否一次恐怖袭击? 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未就《环球时报》记者这一问题给出回复。